今天是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 新闻早班车来了 这些要闻值得关注 习近平1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18日在京阶舰空军第13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习近平对四川常宁6.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消息 截至18日16点 常宁6.0级地震已至13人遇难 199人受伤 共记录到2.0级以上余震77次 四川省地震局18日介绍常宁地震情况 近期原镇区再发生6级地震可能性不大 无充分证据表明与液延器开采有关 全国总工会18日发出通知 要求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冲底 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5月份70层房价变动情况 房价涨幅总体稳定 西安等6层新房涨幅居前 生态环境部18日通报 今年前5月空气质量状况 林坟 石家庄 邢台等21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 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制成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18日在北京挂牌 18日外逃近10年的红通人员 职务犯罪嫌疑人崔建勇回过头案 并积极退赃 17日美国就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 美国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反对加征关税 当地时间18日晚上10点22分 日本新系县发生理事6.8级地震 社会万象 民生热点 公安部交管局18日发布提醒 为确保救援救灾车辆顺利通行 请勿自驾前往长宁地震灾区救灾 宜宾网警通报 长宁地震后 两名游戏主播发表不当言论 公开调侃地震 目前账号已被封禁 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选拔陆续展开 今年各校纷纷增设体育科目测试 将体测结果作为录取重要参考 红黄兰幼儿园虐童案 二审维持原判 幼师刘某获刑一年半 五年内从业禁止 北京全面清理破损废弃共享单车 一个月回收近20万辆 广西桂林整治不合理低价油 暂停旅行社组团付旅游购物商店消费 海南整治不规范地名 夏威夷海滩 毕福利别墅等84个地名 存在重阳媚外 怪异难懂等问题将被清理 杭州一女子称父亲胃癌病重 在网上筹款20万 却被发现在微博炫富 平台接到举报后与女子沟通 女子最终同意退款 湖南隋宁公安近日侦破一起特大电信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 涉案金额上议员 浙江嘉兴41岁女医生陈毅工作时晕倒 陷入脑死亡 她73岁同为医生的父亲 忍痛替她捐献全身器官 挽救他人生命 贵州一三岁女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 溺水近五分钟 当地七名工人健壮 下河救人并采取心肺复苏 孩子最终恢复意识 这些政策与你有关 国家卫健委日前印发标准 提出社区医院全科医师应不少于三名 公共卫生医师不少于两名 教育部近日印发办法 要求按一人负责 无所左右幼儿园的标准 配备幼儿园责任督学 督导幼儿园安全管理等情况 山东省出台政策 在户籍管理领域 推行1加6综合服务模式 让群众剪材料 剪跑腿一次办好 深西省推出多项医保便民措施 包括下放转诊权限 简化转诊手续 中医事宜技术 纳入门诊支付范围等 南京市对网约车平台公司运营 提出量化要求 每家平台公司都应设置 办公区域便于驾驶员咨询政策 最后来看收货提示 今日天气 东北地区中北部 青海南部 四川盆地北部 江汉大部 江淮西南部 江南北部和东部 云南中南部 华南南部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安徽南部 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船停在码头是最安全的 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人待在家里是最舒服的 但那不是人生的追求 回首过往 你会发现 最清晰的脚印 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 放松心态 努力前行 新的一天 早安